歡迎繼續回到要財財經台的直播環節 來到即使攻略 會和大家跟進大洩及個別股份的表現 恆子、馬星峰有百分之一 再有升244點 最新報在23578點 期指正在做23591點 升241點 高水10點 成交兩方面有6萬多張 至於大市成交有437億 國企指數升220點 報9,816點 內地股市依然靠穩 升幅不算太多 三大指數都是升0.61%和0.9% 上正升18點 報3,021點 深正城指升94點 報10,548點 互心300指數升22點 報3,261點 創業版指都升19點 最新報2,164點 這次會和大家跟進渣打集團288 見到現時股價 又再創一個月低位 最新見過61.9毫半 現在正在做62.5毫半 下跌至2% 和我們談談渣打方面最新情況的分析員 有我們研究部的Stanley在這裡 Stanley 你好 和你談談渣打方面的情況 見到逆市向下 暫時來說都做得比較差 主要都是有些外電 早前都報導過 就是集團正在考慮將它們的私務股權業務分拆 出售有關 出售給一些有關相關業務的管理層 先問你今次這個拆手 其實有沒有幫助 為何股價方面跌得這麼深 其實就在相關消息公佈完出來之後 似乎 渣打的股價都有一個比較 比較差的表現 不過呢 如果你看回 就好像以匯控為例 如果你看回走勢的話 在過去這幾天的時間 其實渣打和匯控 之前來說 基本上都是有些同步 所以都可以解釋得回 似乎渣打跌的原因 跟匯控的原因一樣 都可能是一些 資金 可能有些撤出有關 因為始終兩者的股價 其實在年內的時間 在這一陣的時間 打得比較多 所以你可以說 這一陣的下跌 某程度上都是跟市況的關係影響到 一個就是 渣打 你看回今次分拆的行動 嚴格上 因為看回這個業務本身 基本上都是處於一個長期虧損的狀態 所以今次分拆 是否一件很差的事 如果你本身 假設分拆出來這個業務 拿到一個較高的估值 其實未必是一件壞事 但相反 當一個叫做一個資產 其實現在可以分拆 估值一定不會去哪裡 因為你仍處於一個 叫做虧損的狀態 而且我想給外界的印象 其實你說 渣打本身 在過去這一年兩年左右 都可以說仍處於一個 叫做重組的階段 大家之前回到上半年份業績 就是講之前份業績上面 大家亦都好像見到 渣打本身 都開始有些叫做改善 之前都可能意味著 可能它最壞的時間 可能已經過去了 但這一次有這個行動 大家亦都可能會再聯想到 究竟去的一些重組方面 一些情況 是否都還是要一些時間 所以就變了多一些 我想相對來說 可能那個看法上 可能變得比較負面一點 所以都導致它的股價 在過去這一些 即是今日的時間 甚至乎之前 都有一個比較走弱的情況 都跟這個因素有關 不過我想 渣打本身 其實你說是否 它的表現很差 有兩體 始終公司都有些 叫做是查回落後 甚至乎 也都可能查一個 叫做轉圈的一個因素 所以雖然股價就倒下來了 但是我反而覺得 就是為了解說 再跌深一點的時間 這一隻就可能可以 在口裡下 就留底 但是看到它這次出售相關的業務 其實主要是公司是想降低資本的消耗 以及減化整個業務的架構 雖然渣打方面的發言人 暫時沒有再評論這件事的真偽 也沒有說過態度 但是如果真的賣 可不可以減化整個業務的架構 幫不幫到重整這方面 其實很多的國際金融機構 你說在年內 說是過去這幾年 都受到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困擾著 即是甚麼問題呢 就是監管的問題 其實你看現在很多時 這些叫做大型的金融機構 都因為很多的監管規則影響之下 都令到他們可能將那些業務做一些分拆 甚至乎可能做一些重組的動作 而避開一些 甚至乎可以說是符合一些監管要求 所以就不單是它 你看看外國很多的銀行 都有這個例子 可能將一些業務出售 或者將他們可能做一些分拆的情況 那渣打都不例外 所以今次這個做法 其實都可以說是想說 即是沒有程度上 都想令那個架構是清晰一點 令大家又似乎對於他們的戒心 可能是減低 但是又真是正如剛才提及到 其實你分拆 最主要是某一個成本的效益 還有就是說 究竟分拆之後的業務本身 是否有一個比較高的估值 但是暫時看下去 似乎又似乎又真是 又做不到一個效果出來 所以反而它的價跌 有沒有程度上呢 都是這些因素 雖然英國方面 其實以色暫時來說 就沒有進一步去到下調相關的利率 但是其實渣打主要的地區的業務 其實見到就是利率的水平 其實都有持續下降的情況 其實都意味著就是 存款和放貸的息率其實是有壓力的 特別就是貸款方面的業務 其實見到那個競爭來說都在加劇中 會不會令到正式差方面繼續受壓 對於渣打來說 這個都不是短線的問題 渣打本身是因為 其實你看到歐洲方面的業務 包括英國那邊 其實佔比又真的不大 反而你說地區上面 影響比較多的渣打的地方 反而是印度 南韓和香港市場 其實你看到這些地區本身 那個經濟的狀況 你說是否很理想呢 絕對不是 我想你說現在看下去 南韓那邊好像就 因為不可以跟他那邊的情況 但應該都未至於說很理想 印度也是 而香港本身 你看到上半年 那個經營的狀況 都不算真的很理想 所以你都可以反映 似乎三大地區本身 那個變數都還是比較多 公司亦都在趕打打 之前的時間 也有部署 跟非洲、中東這些市場 反而那邊來說 真的可能有些比較多的商機 但現在的佔比仍是很小 所以就在三大主要市場那邊的發展 你未見一個比較好的改善情況之下 我覺得是難搞的 還有你說正式差方面 事實上 如果假設 美國真的假設加到息的話 其實對一些傳統的金融股來說 是好的 其實這個是比較正面的 但問題是今次似乎 真的加息的機會 真的不高了 反而都是再三強調 其實現在我相信最大的變數 反而不是聯署局那邊 是這次日本央行有甚麼行動 這個大家都真的 你可以說是相當難刷 如果假設 日本真的有做一些事出來 令市場有些震盪的話 其實變成了 整個債券市場也好 股票市場也好 都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震盪 連帶之下的國際金融股 都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我想暫時來計 對於渣打投資的前景 可能會比較中性 這些位置都不需要那麼快考慮 好 謝謝 Stanley對於渣打方面的分析 想不想跟大家跟進一下 本地銀行股方面的最新表現 第一回到會控現時 這一刻升四毫子 最新報58.7毫半 渣打跌跌近2% 最新報62.5毫半 中銀香港跌跌近2.6% 最新做27.6毫半 東亞銀行跌毫半 只報32.8毫半 恆生升兩毫子報139元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 Stanley 和你做回申報 提及股份有沒有值得 都沒有時候 好 麻煩你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將會展開 下午的問答環節